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DevLearning的分享会 我们在GitHub上维护了一套开源的Dev开发教程 愿景是给初级的开发者一个可以执行的最简区块链Dev学区路径 给进阶开发者一个可以交流和协助的平台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YouTubeB站账号 点赞订阅收藏转发 我们每周都会有精彩的分享视频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Lindale博士 分享的我们的东邦密码学系列课程第7讲 GG20门线签名 下面有请Lindale博士 好的 感谢介绍 咱们今天开始密码学门线签名系列第7课 GG20门线签名 然后这里是我的联系方式 OK 门线签名系列 GG20门线签名 它有一个最关键的亮点 就在于它能够识别错误方 如果某一个参与方被黑客给黑了 黑了之后呢 如何办呢 就根据他们签名的中间状态的那些数据 构造一些校验等式 把它给识别出来 好 就知道哪一个参与方的数据有问题了 就把它揪出来了就好了 就让他重新出示化一下也好 让他杀毒也好 这样一来就能够快速定位那个错误问题 OK 然后咱们开始之前呢 仍然是要讲这些预备知识的 好 首先讲这个佩利尔同态加密 因为前面已经详细讲过了 这次呢就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佩利尔加密密要生成 生成两个长度相同的大数数 且PQ且P不等于Q 而且它就是为了要满足GCD P乘以Q与P减一乘以Q减一的 最大供应子等于1 如果不等于1的话 那么P等于Q 或者是P和Q不是数数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GCD等式它就不会满足 这么一来的话 构造出来的佩利尔同态加密呢 它就不满足它的随机性 安全性就不行 所以必须要满足这个GCD 它们的最大供应子必须是1 OK 有了这么一来 这个PQ才是和 才是合理的正确的PQ 那么就可以基于PQ计算N 就是它们的公钥 然后Kameco函数Lambda Lambda会等于LCN P减一乘以Q减一的最小公倍数 然后有一个分式处法函数呢 LY呢是Y减一除以N 然后呢就为了把 二项式里头的第一项 那个常数项给消掉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伽玛 大伽玛等于N加1 然后呢 就可以算大伽玛的Lambda次方 磨N的平方 把这个指数 磨指数给算出来 然后再代入L L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二项式展开之后的常数项给消掉 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磨N力源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就可以了 公钥就是 就是等于这个N C要等于PQ或者是Lambda 然后呢 因为Lambda是等于P减一和Q减一的最小公倍数的 以至PQ是可以求出Lambda的 所以直接使用Lambda也行 好 对于一个消息M选择一个随机数 计算密文 大伽玛的M次方 乘以R的N次方 磨N的平方就可以了 这么一来 它的随机性 它最关键就有了这个随机数进去 它的随机性就特别好了 然后对于这么一个密文 它就可以解密 解密呢 它就可以输入自己的这个 这个Lambda C的Lambda次方 磨N的平方 然后我前面讲过的就是非常复杂的 二项是展开 磨N的平方之后就只剩下前两项 然后再代入L 就把那个常数项给消掉了 就只剩下与这个Message相关的那一项 好 这个就是粪母 粪母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Mu 就是可以通过预计算 预计算算出来 能够对解密进行加速的 然后算出来了之后 它就可以得到这个Message M 对于任意两个密文 C1 C2 C1等于某一个公钥 对M1加密 C2等于某个公钥PK 还是对M2加密 这两个加密 就是胚利尔同态加密 胚利尔加密 然后PK是同一个 不能是不相同的 不相同的没法做运算 好 密文加法同态呢 如何加呢 实际上就是拿着这两个密文相成 这两个密文相成 成完了之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任意两个密文相成 同一个公钥就意味着 这个大的γ相同 底数相同 指数相加 所以它一定会对应 这个大N对M1加上M2 因为指数相加了 指数部分恰好就是它 然后所以C1对C2的同态加 实际上就是对应了 它们的指数加 指数加呢 就是两个Message相加 好 随机数与密文的同态成 如何做呢 好说这个随机数A与密文进行同态成 就是C的A次方 C的A次方之后 相当于这个括号的A次方 实际上A就变去到了它的指数部分 去到了它的指数部分呢 它就直接就是A跟M相成了 把它抽象写出来的话 就是ENC这个公钥对AM和A对M相成了 这么一来就是随机数对密文的同态成 好了 有了佩利尔同态加密呢 就可以做这个非常重要的份额转化协议了 协议的输入 Alice有一个保密数据输入A Bob有一个保密数据输入是B 然后这个协议执行之后呢 Alice会获得一个保密数据Alpha Bob会获得一个保密数据Beta 有一个最关键的等式 就是A乘以B等于Alpha加Beta 所以Alice的输入是A 他获得了Alpha Bob的输入是B 他获得了Beta 好就是这样 Alice输入这个协议 然后他获得一个Alpha Bob输入B 然后他获得了一个Beta 怎么做出来的这个A乘以B 等于Alpha加Beta呢 相当于保密份额 AB的乘法 转化了Alpha对Beta的加法 这里就是乘法性 乘法份额 转化为了加法份额 好就要使用刚才的 Palear同态加密 Palear公钥是N 例如他的那个随机数 他的保密随机数是A 好就拿着PK对A 进行一个Palear加密 然后再对他进行一个范围证明 因为Palear加密 Palear公钥是2048比特 这个随机数 他进行门线签名的时候 这个随机数他是256比特 他实际上是可以加密一个 2048比特的一个数据空间 但是这里他这个数只有20256比特 所以对他会有一个范围限制 而且有了这个范围线就是要求限制 这个Palear密文中的这个A 他的范围是256比特 好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公钥 以及这个CE和这个Range Proof 发送过来 发送过来了之后 对方肯定会教验这个Range Proof 只有这个Range Proof 教验成功了之后 他就会选择两个随机数 B就是他的一个保密随机数 Beta一片也是他选择的一个保密随机数 他就可以进行刚才我上面所说的 这个Palear同态运算了 例如随机数对密文的同态成 算出来了 算出来了之后 再加上另外一个Palear密文 他就拿着对方的公钥 对Beta一片进行一个加密 然后这里是个同态加 这样运算的结果 CE里头拥有A 所以这里就是小A乘以小B 就是这样了 然后这里是个同态加 加上Beta一片 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密文里头 加上了Beta一片了 然后他还要算G的B次方 等于这个大B 这个大B就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群里头的群元素了 这个G就是那个群的生成员 G的B次方 这里就用素数群表达 就是这样 如果用椭圆曲线离散对数群表达的话 就是小B对大G的倍点颜算 等于这个大B怎么表达都行了 这个是用素数群表达 素数群表达跟椭圆曲线群表达 仅仅是表达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群的 都是用的群的一些性质 好 另这个Beta要等于负Beta一片 它就是这个Bob的这个加薪份额了 然后他再对它进行一个范围证明 ZK Range Proof 有了这个范围证明了之后 这里C2和C1满足这个运算关系 以及这个大B对小B之间满足一个离散对数关系 有了这个范围证明了之后 他就会把C2和ZK范围证明发送过来 然后Alice就一定会首先校验这个范围证明 校验了之后 他肯定就可以对C2进行解密了 因为这个C2是使用Alice的公钥加密的 所以Alice一定可以解密获得A乘以B加上Beta一片 Alice获得了A乘以B加上Beta一片 Bob获得了负Beta一片 所以这两个保密份额相加 恰好就是A乘以B 所以令红色的这部分等于Alpha 令蓝色的这部分等于Beta 所以Alpha加Beta 就是他们各自获得的保密份额 这么一来 它就恰好由这个乘法份额转化为了加法份额 正是因为乘法份额转化为加法份额 后面各个参与方就能够提供签名的加法份额 所以每个参与方广播了签名的加法份额 就能够把所有的份额加起来汇总一下 累加一下 就是一个完整的签名 OK 有了这个份额转化协议 接下来还要看几个技术工具 林知识证明 例如Sigma这个随机数对G进行倍点印算 加上L对H进行倍点印算 要林知识证明 证明他知道Sigma和L 因为这个协议的后面的协议的 他的第三步 他就要证明这个 他才能够进行安全性证明 实际上这样的证明是很容易的了 他就跟 咱们就把这里就理解为 Patterson承诺的效果是一样的了 Sigma对G加上L对H 就把这个就理解为是一个Patterson承诺 这个Patterson承诺呢 你看他这里有这个保密数据和这个保密数据 然后呢 要证明自己知道Sigma和L 很简单 系统 系统 例如在椭圆曲线群上 他的生成员为G 椭圆曲线群呢 他的那个标量域 也叫做群的G 的曲折空间是FR 那个椭圆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曲折空间为FQ 好 用户肯定知道这两个秘密Sigma和L 好 公开的参数有T G和H 然后呢 他要满足这个关系 这里就是对这么一个ZK 对这么一个ZK证明起来比较简单 他的运算关系是什么结构 承诺就构造出一个对应的结构 运算关系里头有两个秘密 承诺的时候就选择两个随机数 然后构造出一个对应的关系 然后哈写下算出挑战 然后算出响应 这里把Sigma放进来了 这里就把L放进来了 因为他有两个秘密 所以他的响应肯定就是两个 好 发送承诺和响应 发送了承诺和响应之后 验证方哈写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挑战也算出来 挑战算出来了之后 就可以经过这个等式 对他进行一个教验 教验呢 教验就比较简单 例如他这个T里头 T里头包含了这个Sigma和L 这个T小T里头有Sigma U里头有L 所以小T里头的Sigma 和U里头的这个小L 肯定会跟这个大T里头的Sigma和L 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这条教验等式他才能推到成功 否则他肯定会失败 所以他肯定会知道 他的响应必须是要正确构造的 要想正确构造响应 就必须要正确构造的这个Sigma 和这个L 他就必须要放进去 这么一来 咱们把它简记为ZK Patterson 好 还有一个ZK Payler-DL 也很简单 在GG18里头有一个类似的 是一样的 这里就是一个Payler加密 加密了这个ET 然后呢 ET对R进行倍点印算 等于R18 好 他需要这个协议呢 在协议执行的第五个步骤的时候呢 他就必须要证明自己要知道这个ET 且ET 这个离散对数里头的ET 以这个Payler密文里头的ET 是同一个ET 好说 对于这样一个领知识证明 怎么证呢 好说 选择随机数 好 alpha beta rho 以及Gamma 好 计算 咱们把这里理解为Double Sigma 就是Double Sigma Double Sigma承诺 然后这里呢 是一个单独的一个Sigma 因为这里 你看Y等于G的ET次方 要证明知道这个ET 实际上就用一个标准的Sigma 零知识证明就可以了 一个标准的Sigma 零知识证明 这里就是标准的Sigma 零知识证明的承诺步骤 这一部分就跟他进行严格的 严格的结构对应 好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Payler加密 与这个Payler加密 是一个严格的结构 好 一头一尾这两个 把它理解为Double Sigma承诺 它是为了这个零知识证明 Sundness的确定 的Sundness 见状性 见状性所构造的 好 然后有了承诺了之后 算挑战哈希一下 然后算响应 好 响应它就必须要把这个ET放进来 才会算出来 E乘以ET加α等于S1 好 这一部分是为那个Payler Payler同态加密密文构造出来的 S等于R的一次方 乘以β等于它 然后这里就是另外一个响应 发送的是承诺和响应 好 它基于承诺 基于那些公开数据与承诺 哈希一下就把这个E就算出来了 这样一来 它就这里 S1小于Q的三次方 就对ET的空间就进行确定了 它就是个256比特的随机数 这个交验实际上就是Sigma的交验 而这个交验就确保了S1中的ET和W中 这个W里头有一个ET 就对S1有个范围限定 那么这个S1就是这个S1 就意味着这个S1就被W里头的ET W里头有个ET S1里头有一个ET 所以从这个范围限定到这个范围 限定到这个 限定到W W里头限定到这个 所以这个ET就一定对它进行一个范围限定了 它的范围就正确了 就是256比特了 以及这个交验 这个交验就简单了 就是U3 这个交验的话 那么就确保了它的soundness的 好 例如S1小于Q的三次方 好说 S1小于 怎么做呢 S1是等于E乘ET加上α E乘ET加上α α的取值空间为Q3 E和ET取值空间为Q 相乘就是Q的平方 把这个称之为总空间 总空间把它拆开 拆开为大空间和小空间 好 拆成大空间跟小空间 就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的S1的取值范围是一个总空间 实际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掉入这个大空间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接近于E 因为Q的三次方除以这个总空间 就分子分母同时除以Q的三次方了之后 这里就接近于E的 Q是很大的 256比特以上的 这么一来 这一项直接就约等于0 约等于0的话 那么整项就约等于1 所以S1在这个大空间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而这个对于这个小空间 好说 头减去尾 它就是Q的平方 Q的平方除以这个 那么就等于Q加一分之一 这个概率是个可忽略的概率 这么一来的话 好 S1就小于这个空间 就确保ETA就是在这个小空间内 好 这个教育就是SIGMA的教育 SIGMA的教育就确保了这里 确保了这个 这个要等于 必须要等于ETA 否则它SIGMA教育会失败 好 这个就确保了这个Palea加密里头的 W里头的那个ETA 以SE关系就正确了 而这个教育 Double Sigma呢 就把它理解为健壮性 什么健壮性 前面把它称之为完备性 叫做正确的必须要通过 那么这个健壮性呢 就理解为错误的必须要拒绝 错误的数据 肯定这里肯定过不了 错误的必须过不了 正确的一定能过 错误的一定过不了 那么这个灵制式证明 它才足够安全 OK 这里就是ZKPalea-DL DL呢 就是代表这里有个离散对数 这里是一个Palea加密 OK 接下来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一个ZKPalea-DL 和Sigma好说 前面部分是Palea-DL 后面部分是Sigma 要证明这对 使用Sigma临制式证明 可以直接就证明 它知道 知道这个小Sigma 对R进行倍点运算等于S 这里前面已经讲过一个ZKPalea-DL 实际上就是一样的 实际上就是把前面的这个ZKPalea-DL 和Sigma临制式证明 把它俩偶合起来就行了 好就抽象写出来就是这样 那么既然要证明这个关系 那么就选择随机数计算承诺 运算关系是什么结构 承诺就是什么结构 然后再算一下哈希算个挑战出来 算一个响应算出来 这里是Sigma这里是L放进来 然后呢就发送承诺和响应 好他接收到了承诺了之后 以及那些公开的参数A和B S T这些参数了之后 哈希一下 那么呢他就能够把这个随机数就哈希出来 教验这两个教验等式 这两个教验等式通过呢 他就接受 否则他就拒绝 很简单 S里头 S里头有一个小sigma 这个T里头也有一个小sigma 所以他的T里头必须要有一个小sigma 这个第一个教验等式他才能够通过 否则第一个教验等式通不过 这个T里头 T里头有小sigma有L T里头有小sigma U里头有L U里头有L 所以这里头有小sigma 这里头有小L 这么一来 他就跟T里头的sigma和L 他就有对应上了 对应上了之后 这个教验等式他就能过了 还有一点 这个sigma跟这个sigma 肯定是同一个sigma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这个教验等式他过不去 为什么呢 因为T在这里 他产生了一个共用的关系 T等于一个sigma 这个sigma又要等于S里头的sigma 又要等于大T里头的sigma 所以这个小T里头只有一个sigma 就确保了大S里头的sigma 等于小T 也等于这个小T里头的sigma 又重新等到了这个T里头 所以这个小T里头的sigma 就当做是一个桥 他与大S里头的这个小sigma 与大T里头的这个小sigma 就相等了 这么一来就限定了这个小sigma 一定要跟这个小sigma相等 好 这两个小sigma相等了之后 这个连接式证明他才能够过得去 OK 所以这里就理解为ZK Patterson Sigma 就相等于是一个 就是普通的sigma 与这些证明 稍微把它扩展一下 把它变得稍微复杂了一点 OK 好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GG20这个门线签名的一些设计理念了 首先看一下这个ECDSA签名 回忆一下 签名的时候 对于任意一个消息 把它hush一下 然后选择随机数K K的逆元对G进行被演算得到R 然后R取一个横坐标 然后再摸这个椭圆曲线群的G 然后得到一个小R 然后计算S等于K乘以M加上XR X就是它的私钥 好 这个是一个单方的签名 然后对它进行交验也简单 任何一个消息message hush一下 然后呢 首先交验RS的取值空间 RS的取值空间正确了之后 就可以S的逆元乘以M 对G进行被点演算 加上S的逆元乘以R 对PK进行被点演算 算出来了R 算出来了R之后 取横坐标 摸这个椭圆曲线群的G 就等于REP 然后交验R必须要等于REP 这么一来它就交验成功了 好 这个是个单方的ECDSA签名与交验 最关键就是在于 它的门线签名 最关键就是在于算这个R和算这个S 这个R算对了之后 小R也就对了 然后小R也就对了之后 最关键还要算的这个S OK 接下来看一下门线签名的一些设计思想 每个签 每个参与方I 它肯定会贡献一个随机数I 也会贡献一个私钥的加性份额 它才能够用 拉个朗日差值的方式 等价于它的这个私钥S 所以这里K肯定会拆成好多个KI 这里的X肯定会拆成好多个WI 好 其中WI一定会等于XI对λI进行 λI是它的那个差值 OK 然后T个参与方提供随机数的乘性份额 T个参与方提供随机数的加性份额 那么它到底应该提供随机数的乘性份额 还是加性份额呢 咱们来研究一下 一 假设它提供的是乘性份额 那么R等于K的负一次方对居做倍点计算 它肯定就是K一直到KT的负一次方对居 做倍点计算 这么一来 它有一定的难度 先不用管这个 这里难度先不用管 先看一下这个 K肯定会等于它 X肯定会等于T个加性份额 WI的累加 把这个S把这个括号打开 就变成了K乘以M加上RKX 好 K一定会写成T项乘以M RK一定会写成T项 X一定会写成T项 好 这里有T项 把这T项拆开 那难度就大了 为什么 要调用份额转化协议把它们拆开 K1乘以K2 调用份额转化协议把乘性份额转化为加性份额 就是两项 接下来把这个括号打开 它就是两倍的T减一个元素 你看α12乘以K3一直到K4 KT β21乘以K3一直乘以到KT 那么这里就是变成了两个T减一项 好 α12和这个K3又要用份额转化协议把它拆开 拆成加性 然后乘以括号里头 有这个K4一直到T4 这个β21乘以K3又要用份额转化协议把这个乘性份额转化为这个加性份额 好 又拆开 拆开成了这项之后 剩下的就是K4一直到KT 你看 它又是两倍的T减2 这么一来 由T变成两倍的T减1 变成两倍的平方T减2 一直下去 它就一定会是两倍的T减一次方 最后变成了全都拆开为所有的全都是加性份额 这么一来 它就与T门线T 它就成指数递增 这么一种拆分的方法 它就特别不好 好 有一篇论文使用了这个方法 导致了这个论文的效率就比较低 就意味着它的份额转化协议 调用的次数会特别多 好 使用加性份额的拆 它就会更减 它就会更简单一些 可以再把那个α12和β21的那个再讲一遍吗 没它跟上 就是前头这里 这里 它把这里A和B作为了一个输入 AB作为了一个输入了之后 α加β 它输入了一个保密份额A 它输入了一个保密份额B 它就一定会获得一个保密份额α 它就一定会获得一个保密份额β 所以这里呢 它们两个刚开始是成性份额 把它拆成了加性份额 有了这个加性份额了之后 那么后面就不需要使用这些成性份额进行运算了 使用加性份额运算效果就更好了 因为加性份额跟成性份额 它们的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 所以就最关键就是在于这里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用成性提供了成性份额也特别不好 就要用这个加性份额 加性份额为什么会很好呢 例如把这里拆开 K乘以M加上X乘以R 这么一来的话 最关键这个X 把这个括号打开了之后 这里最关键就会有K乘以X 好 这里就是K1加KT 这里它就是T向 然后这里是W1加WT 这里也是T向 好 K1乘以W2 此时此刻 它们就可以调用那个份额转化协议 K2乘以W1 它们也会调用那个份额转化协议 这么一来就可以看到 它们这里一共有多少向呢 一共有T的平方 T的平方向 其中K1和W1 还是用户一自己的 它甚至都不用拆开 K2和W2 也是用户二自己的 它也不需要拆开 这里真真真真要调用 那个份额转化协议 一共要调用多少次呢 调用T的平方 减T一次就足够了 所以对于这个份额转化协议呢 它的调用次数呢 就是OT的平方 这么一来 它就成多向式的递增 OK 我这里有个简单的举例 例如 例如令T等于2 N等于3的时候 这么一个门线签名 它肯定会 R会等于K的负一次方对矩作备点印算 好 把这个K可以写成K乘以伽玛的逆元 再乘以伽玛对矩作备点印算 这个伽玛乘以伽玛的逆元 肯定就可以消掉了 就跟这里就肯定可以等过来了 好 K和伽玛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点 K1加上K2 好 这里是伽玛1加上伽玛2 你看这里就是四项 这里就是把这两个括号一打开 它就是四项 四项 K1和伽玛1是用户一的 没有问题 K1和伽玛2 接下来这里就最无奈了 这里就怎么办呢 就要去调用那个份额转化协议 这里是两个保密随机数相乘 它就会调用那个份额转化协议 就变成两个保密随机数相加 K2和伽玛1也是 它也会把它调用为 α21加上β12 由这个乘法份额 转化为这个加法份额 然后K2和伽玛2 这就是用户2自己的 这个无所谓了 它自己就不用去调用那个份额了 好 小伽玛1对G 做倍点一算就等于大伽玛1 小伽玛2对G 做倍点一算就会等于大伽玛2 这么一来 用户一获得的是红色的部分 K1和伽玛1 是它自己的两个保密随机数 α12是份额转化协议 让它获得的保密随机数 β12是它进行的 另外一个份额转化协议 获得的随机数 它拿着这三个红色的相加 等于Δ1 用户2 这个是它做份额转化协议 获得的保密随机数 这个也是它用份额转化协议 获得的随机数 而这两个是它自己的保密随机数 它把这三个绿色的相加 就等于Δ2 好 接下来 用户1就可以广播自己的Δ和Δ 用户2可以广播自己的Δ和Δ 它就不会有数据泄露 为什么不会有数据泄露呢 因为这一个Δ 它是由四个随机数构造出来的 以至一个随机数 想要求四个 它有无穷个解 也就叫做没法求解 这么一来 这个Δ1广播出去 它是安全的 对于这个Δ2 用户2 它广播出去 也是安全的 因为它是等于这四个随机数 运算出来的结果 然后Δ1广播出去 它肯定是安全的呀 因为它是一个离散对数关系 大Δ2广播出去 它也是安全的 它是一个离散对数关系 这么一来 有了Δ1和大Δ1 Δ2和大Δ2 实际上真正正正协议执行 就是从这里开始 他们进行份额转化协议 让获得了自己的保密数据 保密数据相加 然后把这个最终结果 把最终结果广播出去 那么所有的参与方 拿到所有的最终保密结果 这样进行累加 然后逆圆 然后这两个椭圆曲线点 进行点加预算 然后这里进行一个倍点预算 算出来的就是R 这么一来 就把R就算出来了 同理S也是 K乘以M加上X乘以R 这么一来的话 M乘以K 它就一定会写成K1加K2 没有问题 这个K也会写成K1加K2 这个X肯定会写成W1加W2 这么一来的话 把这个括号一打开 把这个括号一打开 它肯定就是四项 其中K1和W1是用户一自己的 他自己就能算出来 K1乘以W2 这里就不好算 就要用那个份额转化协议 把K1和W2 把它转化为U12加上V21 这么一来的话 它才能够 用户1获得这一项 用户2就可以获得这一项了 然后K2和W1 它也是 这么一来 再执行一下那个份额转化协议 它就一定可以获得U21和V12 这么一来的话 用户1获得了这个 用户2获得这个 用户1获得了这个 然后这一项 这两个保密随机数都是用户2自己的 它就不用打开 接下来 用户1把自己的这三个保密项 加起来就等于S1 用户2把自己的这三个保密项 加起来就等于S2 然后你看一下 用户1最终是算出来 M乘以K1加上R乘以S1 等于S1 用户2最终算出来的是 M乘以K2加上R乘以S2 等于S2 然后有了S1加上S2 把S1和S2广播出去 不会有任何数据的泄露 因为S1是这个随机数跟这个随机数 对于它而言 是一个方程两个位置量 根本就解不出来 所以它就是安全的 对于用户2而言 公开了S2 这一个S2是有两个随机项算出来的 以至S2它有无穷个解 也是算不出来 但是广播S1和S2 只要让它俩相加 就能够把这个S给算出来 这么一来的话 就通过份额转化协议 是灵魂部分 有了这个份额转化协议 就直接就在这里执行 然后执行这一步 各自就获得各自的保密随机数 各自拿着各自的保密随机数相加 就直接就广播S1和S2 这么一来 它就安全了 它就把S给算出来了 所以整个ECDSA的门线签名的 运算的核心的灵魂部分 就是这两个 它的最核心的思想 就是调用这些份额转化协议 把这些诚信份额转化为加信份额 OK 然后讲到这里呢 就把最关键的灵魂部分给讲好了 好 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 OK 然后呢 那咱们就继续往后走了 你看一下聊天框的问题 啥 聊天框 不是的 这个Range Proof呢 在上一节 那个GG18那里头讲了一下 那个Range Proof Q 这个问题 我回头再说吧 先往后讲吧 这个问题 GG18里头有 OK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这个DKG啊 然后P1 P2 P3 然后呢 如何进行去中心化的这个密钥生成 然后有三个参与方呢 跟GG18里头的那个DKG其实就是一样的了 这个Paylor呢 它产生了一个Paylor公钥 以及这个Paylor N1是它的Paylor公钥 P1和Q1呢 就是它的Paylor私钥 这是用户1的 这个是用户2的 这个是用户3的 然后它就会选择随机数 使用随机数对G进行背点印算呢 就会等于U1 然后呢 算U1的承诺 以打开承诺 其实实际上就叫做算一下它的哈希一下 然后用户2也是选择一个随机数 然后随机数U2对G进行背点印算 就等于大U2 然后算大U2的承诺 以打开承诺 这里用户3也是这么做 算U3对G进行背点印算 得到大U3 然后算大U3的承诺 以打开承诺 OK 然后有这个 然后它广播的是什么数据呢 广播的是承诺和它的Paylor公钥 把Paylor公钥广播出去呢 后面的那个门线签名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份额转化协议了 好 承诺广播出去 收到了其他所有参与方的承诺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广播这个打开承诺了 好 三方都会广播这个打开承诺 广播了这个打开承诺了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教验这些承诺的正确性了 教验了承诺的正确性了之后呢 大家就获得了U1U2U3 因为它这里已经打开承诺 打开承诺呢 就叫做U1U2U3就公开了 公开了之后呢 大家就拿着U1加U2加U3 进行最简单的椭圆曲线点加印算 就得到了这个Paylor公钥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可以开始构造冗余了 例如我前面是令了T等于2 N等于3 既然门线为2 那么它就要构造一阶多项式 构造一阶多项式呢 它就有两个位置数 选择随机数U1 U1是它前面选择的那个随机数 A1是它现在再选一个随机数 U1在这里 A1在这里 然后它就可以构造一个门线为2 这里也是构造门线为2 构造门线为2 接下来它就可以算多项式的值 把多项式的值保密发送给对应的参与方 用户1 它算出一个多项式的值 P0X等于1 算出来 它就把它给自己存储好了 P12它就发送给用户2 P13它就发送给用户3 好 这里是P22呢 它就把 这个用户它序号为2 它就把P22自己存储了 把P21和P23 它就发送给用户1和用户3了 这里是保密发送 肯定会用对方的公钥加密发送给对方 因为佩里尔公钥在这里它已经公开出去了 OK 然后用户3呢 它会计算一个P33 P33了之后呢 P31和P32 然后呢 P33是它自己存储 P31和P32呢 它就能够保密发送给对应的参与方 这么一来呢 对应的参与方就获得了这些多项式的值 然后就是这些 用户1它自己的这一项 用户2发过来的 用户3发过来的 好 用户2自己的这一项 这个是用户1发过来的 这个是用户3发过来的 用户3这一项是它自己的 这一项是用户1发过来的 这是用户2发过来的 好 然后 它还会把这个A1是它选择的随机数 它把它的这个 随机点 对应的随机点广播出去 A2是它自己选择的 它把对应的随机点广播出去 A3是它自己选择的 它把对应的随机点广播出去 OK 然后广播出去 大家就肯定会接收到这些随机点 接收到了这些随机点了之后 就有一个最关键的校验 P 它拿着自己的多项式的值 对G做位点印算 会等于大U1 对A1进行一个点加印算 这个用户2 它就可以校验 用户2发送过来的数据 以它广播的前面打开承诺 以及它广播的这个随机点 满足这么一个校验关系 相当于拿着这一个数据 对它进行两边 对G进行背点印算 它就成功了 然后用户3 它拿着用户3发送过来的 这个多项式的值 对它进行两边 对这条等式两边 对G进行背点印算 就有了这个这条等式 这么一来的话 同理用户2也有这些校验 用户3有一些这些校验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它拿着它对自己的保密数据 两边对G进行背点印算 就出来了这个等式 然后接下来 它就可以把自己的保密数据 累加 保密数据累加 就非常漂亮了 U1加U2加U3 实际上就是对应的公共私钥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随机像 对这个公共私钥扰乱的 所以用户1以至X1 它是算不出这个公共私钥的 用户2也是拿着自己的保密像 对累加起来 就所有的P2就累加 累加了之后UI 然后这里也是 也是这里 然后U1加U2加U3就等于SK 但是这里呢 这里有一个随机像 对它进行扰乱的 然后这里也是P1加P2加P3 就有了三个 三个常数像相加 就是三个常数像相加 三个常数像相加 就是那个公共私钥SK 而后面的那一项 它就是那个随机像 对它进行扰乱 所以它们X1 X2 X3 肯定不相等 A1的系数是1 A2的系数是2 A3的系数是3 就是恰好因为它们的 E23它们的那个用户ID 让它们导致了不等 两倍的A1到最后这里 还会磨一个N 就会把这一项打得特别乱 三倍的AI也会乘以出来了之后 还会磨N 这么一来也会把它打得特别乱 所以这X1 X2 X3 肯定是三个不同的分片私钥 好 有了分片私钥很好说 对它对椭圆曲线 进行背点印算 立马就会等于 立马就会把它的分片公钥 就可以算出来 有了私钥算公钥 直接对G点进行背点印算 就算出来 然后本质上 SK对G进行背点印算 就是PK 就是公共公钥 然后这里对G进行背点印算 肯定就可以算出 AI对G进行背点印算 也就是他们前面广播出来的这些数据 实际上这里仍然就可以 拿着XI对G做背点印算 得到这个 然后这里还可以进行一个交验 不过这个交验 这个交验 这个交验 不仅如此 他们把自己的分片公钥 广播出去了之后 还会满足一个 拉格朗日插值交验 因为我刚才前面 令这个门线为二 所以多项式的接为一 意味着任意两个参与方 它都可以满足这个交验关系 它就可以有 λ12对X1进行背点印算 加上λ21对X2进行背点印算 等于PK 好 然后这里也是X1X2 与PK满足这个交验关系 X1X3还有X2X3 他们全都满足这个交验关系 这里就是交验的详细推导 这个就是拉格朗日插值系数 这个也是拉格朗日插值系数 就等于它 因为它是一个一阶多项式 所以肯定任意两个参与方 联合起来 就满足了这个交验 有了这个交验了之后 他们就知道自己的 算出来的分片公钥是否正确了 好 实际上 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分片私钥 把这个公共私钥 用拉格朗日插值的方式 把它给算出来 但是他们不会去算这个分片 他们不会去算这个公共私钥 而是应该使用这些分片私钥 直接去计算签名 这么一来 整个过程中 这个公共私钥 它就没有出现 这么一来 整个系统就是最安全的 好 上述的过程呢 是没有可信第三方的 咱们可以假设存在一个可信第三方 也很简单 假设存在一个可信第三方 U1 它选择了U1 U2 U3 相加 选择了A1加A2加A3 构造出这么一个二阶段 一阶段相式 实际上 U1加U2加U3 它不就是等于SK了吗 等价于可信第三方 算出P1 发送给用户1 算出P2 发送给用户2 算出P3 发送给用户3 这里没有可信第三方 恰恰就是因为 这个一阶多项式 它是成为一个完美的加性关系 它成为完美的加性关系 它就能够把这一个多项式 拆开成上面的三个多项式 每一个参与方 都构造出一个多项式 它就是P1 它就是P2 它就是P3 实际上P1加P2加P3 就等价于可信第三方的这个PX 这么一来 它就完美了 它就没有可信第三方的存在了 好了 有了上述了之后 还有一个林芝士证明 它必须要证明P1不等于Q1 它必须要证明P2不等于Q2 它必须要证明P3不等于Q3 这么一来 才能够确保 它的那个份额转化协议里头的 那个佩利尔同态加密 是安全的 好 有了这个校验就确保了每个参与方 它都有了对支 它都拥有了对应的分片公钥 但是它拥有了对应的分片公钥 它真的就知道自己的分片私钥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为什么呢 假设用户二和用户三广播了自己的分片公钥 而这个公共公钥在前头早就已经是三方都已经算出来了 意味着什么 如果用户二把自己的分片公钥算广播出去了 公共公钥也是知道的 用户一他不知道自己的分片私钥 他可以通过这个等式计算出自己的分片公钥 他再把它广播出来 那么他校验肯定是成功的 他通过这个等式计算 算出来了X1 那就完蛋了 他肯定是不知道这个小X1的 有可能他已经被黑客攻击了 他被黑客攻击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分片私钥 他是基于别人的分片公钥和公共公钥 把自己的分片公钥给算出来 算出来了也没戏呀 你不知道自己的分片私钥 那么这个ZK-Snorr林这是证明就肯定过不去 算响应的时候 他必须要把这个分片私钥作为一个输入 才能够算出正确的响应 这么一来 所以这个ZK-Snorr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了 三方都会广播 广播两个ZK 广播了两个ZK广播出去 那么大家都可以校验这些所有的ZK 校验了所有的ZK校验成功了 好 这个去中心化密钥生成协议 他就结束了 这么一来 三方就拥有了一个PK 拥有了分片公钥和Paylor公钥 好 三方各自都拥有了自己的保密随机数 例如Paylor私钥 例如这个分片私钥 好 这个延始随机数就可以删掉了 U1 U2 U3 它就能删掉了 这么一来 这么一来 这么一来的话 他们就可以拿着这些Paylor密钥堂和自己的分片私钥 他就可以用于份额转化协议 用来构造这个签名协议了 签名协议应该如何构造呢 也接下来就可以看咱们仍然 刚才 好 sigu 点赞 añad 差不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